由順天宮和維曼淳香生活顧問有限公司舉辦的文化小兼兵活動 在順天宮舉行透過公民審議方式引導青少年共同參與社區的話題 期盼可以培養孩子們的公民意識 也希望在過程當中可以讓孩子開始對生活有感 認識自己居住的社區 使新的活力和創意可以進入社區 小朋友在台上拿著麥克風 與台下學員分享自己的提案 從提案目標 內容 預算規劃到實際執行 都是由小朋友一手規劃 順天宮其實是我們社區營造的一個點 那這一次特別與我們的社造中心來結合 做了一個文化小兼兵的一個工作坊 那這個工作坊其實是最近大家一直常常提到的 省議室預算公民提案的一個培訓的過程 那我們都知道小朋友是我們未來的主人 那從小我們就是生活在這個社區裡面 那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能夠讓小朋友 從小就可以參與自己生活環境的一個提案 跟執行的過程 那也希望就是說 未來他們這群小兼兵們長大以後呢 能夠也能夠投入社區的工作 然後為這個家鄉來服務 藉由公民審議的方式 讓小朋友從自身居住的環境開始提出建議 引導小朋友提出想要的執行方案 後續透過方案的發表與宣傳 邀集社區居民投票 票選出最終的執行方案 讓小朋友分工合作 將紙上的想法化為實際行動 共同來完成提案 我們這一次的設計很好玩 就是除了讓他們從既有的兩支路徑 也多拉了一支叫做其他 就是小朋友他們也可以天馬行空的想 他觀察到社區有什麼樣的問題 或是什麼創新的點子 他也可以這一次透過這個討論過程 把它給提出來 我們希望讓小朋友去學習 你要做什麼事情 你都要透過各種公共說服 來得到社會各界的支持 你才可以拿到資源去做更多的事 所以可以說我們是在透過這個活動 培養小朋友怎麼樣變成了 不是只是會討論 會參與社區事務的公民 而是你可以自己發動影響力 號召很多人跟你一起做公共事務的 這樣子的發動者 除了培養孩子的公民意識 也藉由上台分享與討論 訓練孩子的溝通表達能力與聆聽 我今天提出的是槓桿原理 然後原本是我要做一個平和鳥 但是老實說要有跟宮廟文化 所以我就在平和鳥上畫了一些有關順天宮的圖畫 就是有畫那個地圖 其實在春天宮附近的地圖 我覺得蠻有趣的 因為那個是一個團隊合作的一個遊戲 就是一張大紙 然後整組的人在上面一起畫畫 這是團隊遊戲我覺得很好 透過活動讓孩子關心自己居住的環境 也希望經過討論與思辨 讓孩子更了解社會與公共事務的重要性 記者有楊子瑄 台東市報導 正天宮 文化小天地